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何登上陆地的 啊 他们为什么要登上陆地啊 嘿嘿 我们去了就知道了 大约在四亿年以前 也就是地球地质史上被称为泥盆纪的时期 地球上生活着很多鱼 有的鱼属于总鳍鱼类 有的鱼属于肺鱼类 它们啊 很安逸地生活在淡水湖泊沼泽地里 等过了几千万年 也就是到了石碳纪时期 陆地上的植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有些植物就沿着广阔的沼泽和淡水河生长 这个时候 大量的植物枯叶飙落到了河水中 枯叶因为腐烂消耗掉了水中大量的氧气 这对于生活在水里的鱼类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啊 没有氧气 鱼类怎么生存呢 有些鱼类啊 因为不能适应氧气的减少灭绝了 而有的鱼类选择登上陆地 进化成了既能在水里生活 也能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 这种动物被我们称为两栖动物 不过它们不能长期离开水 需要定期回到水里面生活 那 两栖动物登上陆地后 是怎么生存的呢 这跟在水里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有啦 这就要说到两栖动物最重要的秘密了 啊 什么秘密啊 快给我讲讲 嘿嘿 跟我来吧 第一个秘密就是 它们啊 净化出了肺 鱼类登上陆地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需要呼吸氧气 它们在水里的时候 主要是靠鱼塞 从水中过滤出氧气 为它们提供能量 但它们到陆地上生活 鱼塞就没办法起作用了 于是 鱼类就慢慢尝试 在陆地上用肺呼吸 让自己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演化 第二个秘密是 它们演化出了四只 由于水质被破坏 水里的氧气减少 一些鱼就会利用胸鳍和腹鳍 把身体支撑起来 攀附在水中的服液上 或者爬到河边的树根上 来吸取水面上的氧气 同时因为气候的变化 到了干旱的季节 有些生活在潜水中的鱼 会利用胸鳍和腹鳍 来支撑身体 从一个干河的河床 爬在另一个有水的河中 鱼类的胸鳍和腹鳍 因为长期支撑身体 慢慢地进化成了四只 四只不仅可以支撑它们的身体 还能够让它们 在陆地上到处爬行 就这样鱼类逐渐进化成了 可以在陆地上生活的两栖动物 哇 原来是这样呀 两栖动物可真了不起呀 那除了两栖动物在陆地上生活 还有别的动物也在陆地上生活吗 嗯 当然有了 走 我再带你去瞧瞧 在两栖动物登陆之前 陆地上大都被远古蜻蜓等昆虫占领着 两栖动物登上陆地后 它们慢慢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 其中的一部分两栖动物 也慢慢演化成了 能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不再需要像两栖动物那样 固定生活在水边 四只能够帮助它们 前往更深远的大陆内部 比如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爬行动物 恐龙 它们的祖先就是从两栖动物进化过来的 啊 没想到爬行动物都是从两栖动物进化过来的 是的 现在你知道了 两栖动物到底有多厉害了吧 嗯 知道了 啊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探索到这里吧 妮娜 你来给大家说说 我们今天的进化手册都记录了些什么吧 在泥盆纪时期 陆地上的淡水湖泊 因为植物的枯叶腐烂在了水里 导致水里的空气变得非常稀少 生活在水里的鱼类为了生存 它们使肺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也演化出了四只 成功登上的陆地进化成了两栖动物 当两栖动物成功爬上陆地后 它们促进了陆地上动物种类的大繁荣 在陆地上生活的爬行动物 比如恐龙 也是从两栖动物进化过来的 嗯 没错 就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我们下一次呀 会继续开启生命进化探险哦 请不要错过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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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